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世界知名晶圆代工大厂台积电更难进了 根据招募平台最新数据 员工求职录取率已经从2021年的53%降至2024年38% 三年间仅减少15个百分点 分析称,大流行期间,电脑、手机需求大增 全球晶片供不应求,台积电积极扩产 2023年市场降温,台积电客户订单减少,营收出现衰退 台积电因此暂停部分招聘计划,新计员工数量减少近一半 到2024年,人工智慧AI热潮带动半导体市场复苏 台积电业绩回升也同时吸引更多人才投入科技行业,应征台积电的人数持续增加 即使公司开始增加招募名额,竞争依然激烈,录取率未见明显回升 据预测,2025年录取率将维持在35%至40%区间 招募平台指出,台积电仍是台湾科技人才的首选 薪资水准,技术前景吸引大量求职者 台积电面试流程包含履历筛选,电脑测试,含英文,主管面试,人资面试 主管面试重视专案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评估抗压性和人际合作能力 招募平台建议,应征者可以强化专案经验,展现解决问题的具体成果 了解半导体产业发展趋势,特别是AI相关技术,研究台积电,企业文化与技术方向 准备相关问题与回答,做好充分准备,仍然有机会进入台积电 据了解,成立于1987年的台积电,在半导体产业中首创专业机体电路制造服务模式 台积电生产的不同产品,被广泛地运用在各种终端市场 例如高效能运算,HPC,智慧型手机,物联网,车用电子与消费性电子产品等 同时,台积电及其子公司所拥有机管理的年产能将近1700万片12英寸晶圆约当量 台积电在台湾设有4座12英寸超大晶圆厂,4座8英寸晶圆厂和1座6英寸晶圆厂 并拥有2家100%持有的海外子公司 台积电南京有限公司的12英寸晶圆厂,即TSMC Arizona Corporation的2座12英寸晶圆厂 一家持有多数股权之海外子公司JASM,即Japan Advance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的12英寸晶圆厂,即两家100%持有的海外子公司 TSMC Washington上海台积电有限公司的8英寸晶圆厂的产能支持 另外,台积电已开始建设位于德国德勒斯登的特殊制程晶圆厂工程 并预计生产28奈米、22奈米平面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即16奈米、12奈米FinFET电晶体技术 可见在台湾以外,台积电在北美、欧洲、日本、中国以及韩国等地均设有子公司或办事处 提供全球客户及时的业务与技术服 在此背景之下,软银SoftBank创办人孙正义正寻求与台积电合作 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立投资规模高达1兆美元的产业园区 专注于机器人及人工智慧产品制造 据产业专家分析,这一产业园区计划与孙正义此前推出的星际之门Stargate计划有所不同 星际之门主要关注资料中心领域 而新产业园区则聚焦AI终端应用 旨在抓住制造业回流美国的商机 专家指出,美国在环保、废弃物处理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法规与台湾等地存在差异 同时,劳工短缺也是制造业回流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 这些问题有望通过引入AI机器人和提高自动化程度来解决 今年3月,台积电宣布追加1000亿美元在美国的投资 计划增建三座晶圆厂,两座先进封装厂和一个研发中心 这些新建设施的自动化程度将高于台湾厂区 因此,台积电可能成为孙正义产业园区内AI机器人厂商的潜在客户 另一方面,园区内的企业也可能成为台积电亚利桑纳州工厂的AI晶片客户 尽管订单规模预计会小于资料中心和智慧型手机等应用领域 根据台积电过往的投资模式 有产业专家认为,台积电不太可能直接投资该产业园区 孙正义更可能是利用台积电的品牌效应和资源作为招商引资的有利工具 以提升产业园区的吸引力和知名度 随着软银之行,长孙正义近日提出一项雄心壮志的计划 并正寻求与台积电合作 更多媒体则开始爆料称 除了在美国亚利桑纳州 会打造总投资高达一兆美元的人工智慧 AI与机器人制造园区 据纽约邮报报道 该计划代号为水晶之地Project Crystal Land 将设在亚利桑纳州 类似中国深圳的生产中心 可能有助于制造业回归美国 孙正义希望台积电投资参与此一计划 台积电目前已在亚利桑纳设立其首座晶圆厂 但对于是否参与水晶之地专案及其角色 仍未公开表态 这下逢美国总统川普 推动科技及汽车制造业者回美设厂之际 若计划获得川普政府支持 将有机会争取政策与资源上的利多 成为象征性的美国制造复兴标杆 根据彭博报道 软银方面已开始与包括美国商务部长 Howard Latnik等联邦及州级官员接洽 讨论未在该综合设施建设工厂或投资的企业 提供税收减免的可能性 据了解 南韩三星也名列潜在投资合作对象名单 除了水晶之地 孙正义也积极投入AI基础建设发展 他近期领投OpenAI400亿美元的融资案 并与OpenAI与甲骨文合作 推动另一项星际之门 Stargate计划 预计赤资5000亿美元 在美国兴建大型AI资料中心 应对AI运算与储存的庞大需求 总体来看 软银目前考虑以专案融资模式 一星际之门各自计划逐步募资 减少单笔高额资金压力 而这种策略也可能应用于水晶之地计划 彭博指出 这或许反映出 其与OpenAI的资金合作进展 不如预期顺利 目前 软银已列出多家可能参与此计划的企业名单 包括自动化科技公司 Agile Robots SE 不过有月邮报指出 水晶之地仍处于早期规划阶段 未来方向与参与名单仍可能调整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 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